在市场的千呼万唤之下 美联储的降息终于驶出来了 9月18日 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几点 正式开启了美元的降息周期 这个鲍娃尔主席 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开始说说 我要开始考虑降息了 然后差不多今年一整年 市场都在讨论 说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啊 降多少啊 终于一直拖到9月份 他才抱着琵琶出来了 咱们今天就来简单聊聊 美联储它为什么会降息 会降多少 会持续多长时间 市场会有什么反应 以及其他各国的央行 该如何应对 每次聊到这种片 时事类的内容 我都得先打个预防针 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 我也没法振边石壁 又输出什么暴论 咱也不谈什么阴谋论 我呢就从我觉得专业一点 靠谱一点的角度去聊 当然大家要有什么想法 欢迎弹幕评论尽情挥洒 首先美联储的降息 到底是什么利息 就是这个联邦基金利率 Fed funds rate 你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是个 一天的无风险利益 央行它就控制这个 然后其他所有的利率 什么一年 十年 三十年期 包括你的存款利率 贷款利率 国债利率 你们市场自己决定 至于它总共会降多少 会降多快 我刚才看了一下期货市场 现在市场预期 美联储应该会在一年之内完成任务 从之前的5.25% 爆砍到2.75%左右 那答案告诉你了 美联储一年之内 会降息200多个基点 你是不是还是一脸梦 它凭什么要降200多个基点呢 对吧 又凭什么又是一年 不是三年五年什么的呢 咱知其然也得知其所以然 咱要想分析美联储之后的降息节奏 你就必须得踩在这个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鞋里来看问题 咱接下来就要开始踩一踩了 我要开始跟鲍威尔共挠了 你别看美联储发的那些研究报告 演讲 好家伙 又是研究银行业 又是研究储蓄率 研究住房 你感觉它好像什么玩意儿都研究 但它主要的终极目标就两 一个是物价 一个是就业 具体的内容 我们之前美联储那期已经聊过了 但我今天就快速地概来一下 这样好展开我们后面的内容 它的终极目标 它的mandate 就是物价稳定 充分就业 这目标 而它手上的工具 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利率 降息会同时去刺激物价跟就业 也就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 和更低的失业率 加息就正好相反 它把通胀给摁下去 然后提升失业率 总之这俩目标一般都是 抬起来一个摁下去一个 所以你想 如果物价和失业率 它俩的情况是一高一低的话 那美联储就好办一些 比如说像两年前的情况 那时候通胀很高 但失业率低 那你加息就完事了 反过来 要是通胀低 失业率高 那你就降息刺激一下 这也好办 它麻烦就麻烦在 如果这俩同时都高 高通账 高失业率 也就是所谓的智障 那你是加息还是降息呢 你恩计是哪个 都会抬高另一个 或者要是俩都低 经济可能就会有过热的风险 总之这种情况 美联储就会比较难办 就是因为这两个因素 它经常是打架的 所以比如你看像是欧洲洋行 英国洋行 日本洋行 它们都是叫单一使命 我主要就是看通账 失业率这边就是次要的 但美联储就不一样了 它还是想两个尽量都要 好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知道了这个呢 咱再来看看美国最近的经济情况 在之前非常强势的加息作用下 通货膨胀一路平稳下滑 美联储它的目标通货膨胀率是2% 你都不用懂什么经济 你就简单看这个图 延长一下你总会吧 要按这个趋势来看 那到2%不是轻轻松松的吗 所以美联储从去年年底开始 哎呦 那自信就来了 各种官员都开始放话 说我们准备开始降息了 搞得当时市场就预期 今年3月份的时候就有75%的概率 美联储降息 可结果吧 今年上半年数据一出来 这个通胀确实也在降 但是比想象的要慢不少 失业率在一季度也没有明显的上升 这就让美联储开始犹豫了 降息也是一拖再拖 终于到了7 8月份 这通胀数据也下降了 失业率数据也上升了 这美联储这就好办了 而且我跟你说8月21号的时候 又出了一个新闻 也算是给美联储来了一个神主攻 当时的美国劳工统计局就说了 哎 朋友们不好意思哈 咱们得修正一下 之前公布的去年的新增就业人口的数据 之前咱们公布的是增长290万 但是不好意思啊 这个数报高了 呜 报高了20多万 实际上就新增了210万 你看看 这也是15年来这个数据最大的一次调整 虽说啊 对美国整体经济来说 这是一个负面的消息 但它确实让美联储降息的形势更明朗了 就业市场好像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凉不少 通胀下降 失业率上升 这两大降息条件都极齐了 那就不用想了 降呗 所以就在这个重大调整之后的两天 在Jackson Hall的会议上 鲍威尔就明说了 旅程的方向已经很明朗了 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来临了 至于之后的降息节奏 为什么大家会预期美联储一年之内就要解决战斗呢 其实它一直以来大致的风格就是 慢加快降 加息的时候我可以慢慢加 而降息的时候就是尽量快 你想啊 加息它是紧缩嘛 所以呢一般就慢一点 这样让市场好消化一点 能提前做好准备 当然22年那是个例外 加得非常急 是因为通胀来得太急 它迫不得已 而降息呢 你想正常降息嘛 贷款利率就会降低 它会刺激人去买房买大价 但是你要是长时间慢慢悠悠的降 大家可能就会预期 未来的三年里这个利率会越来越低 反而就会让它现在不买房不买车了 经济不但没刺激到 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所以你降息你就不能磨磨叽叽的 就得快刀斩乱马 但你想要是快 那为什么不一下 直接砍200个基点 一步到位呢 因为它不能给市场发送一个错误的信号 就是我急了 美联储要是急了 那市场就真的慌了 要是有一些天天关注财经新闻的人 你就会发现那些专业的分析师 都分析的可细了 一天到晚跟着猜 那美联储你是7月份降息啊 还是9月份降息啊 还是11月份降息啊 你是降25个基点还是降50个基点啊 恨不得看看鲍威尔你上台的时候 是先卖左脚啊 还是先卖右脚啊 是吧 你说有必要吗 其实大家为什么会看得这么细 并不是说这些细节就有那么重要 而是这些细节它背后透露出来的 美联储的降息节奏和降息路径 大家其实是想通过你的第一步 卖得多大 卖得多急 来判断你之后 到底能跑得多快 跑得多远 这个更重要 当然这只是市场预期的路径 也不代表它就一定会发生 你想9个月之前 大家还预期3月份美联储就降息呢 具体能不能按照这个节奏往下降呢 还是得看这期间经济的情况 比较主要它看什么呢 物价 就业 对吧 这两个肯定就不用提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因素 而美联储它嘴硬不承认 但其实它多多少少会考虑一些 我就说几个比较主要的 首先就是股市 美联储相对于大多数的样行 它都格外的看重股市 一方面呢 是美国的股市跟实体经济 它连接的更紧密一些 而且很多人也会猜啊 说美联储它多多少少 会受到一些华尔街的影响 总之 就如果美国的股市打跌 美联储可能会有很强的激励 去刺激经济 那第二个 也是今年比较特殊的一个因素 就是美国的大选 其实很多人普遍认为 美联储为什么今年迟迟不降息 一定程度啊 也是因为它不希望市场觉得 它在支持现在的执政党 就是民主党 它要是降息降得太早 别人可能就会说闲话 说你是不是在帮执政党辣好感 同时呢 大选结果出来之后 这个情况其实也不是很明朗 你比如说要是特朗普当选的话 可能很多政策 都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变化 比如减税啊 或者是贸易保护主义啊 这些政策带来的结果 其实都非常不确定 所以美联储 它现在也不敢过多的降息 毕竟还是留一点弹药 来之后做准备 那第三个 它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美元的走势 或者你也可以反过来说 是其他货币的走势 还有其他央行的一些政策的步伐 美元如果出现 比较大幅的升值或者贬值 它是有可能会干扰美联储的决策 不过其实最近30年 都没怎么出现过 非常明显的迹象 我能想到的 也就是85年的时候那例子 那时候美元不是处于高位吗 所以美联储又通过降息 来把美元给压下来 总之就是 鲍威尔一再强调 我们是 Data Dependent 我们的政策就取决于数据 我跟你说 其实美联储它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像鲍威尔这样 去当一个无聊的老头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 就你在金融市场里待的时间越长 你越会感觉到美联储的政策 就是无聊 之前格林斯潘的时候 它的个人风格还挺强的 时不时会出来一些那种 出其不意的政策变动 到伯南克的时候就收敛一些 到再往后的耶伦 鲍威尔都是中归中局 可以说每一侧的决策 都非常的无聊 你说为什么呢 是美联储它没有人才了吗 其实这所谓的无聊 反倒是它一点一点 在进化的过程 因为它意识到了 预期管理的重要性 越无聊 它其实意味着 更小的不确定性 也就是更小的风险 其实就是它每次的政策变动 都基本上符合市场的预期 金融市场它最讨厌什么 不是说涨或者跌 当然也有人讨厌跌 它其实更讨厌的是风险 美联储它就想当一个 无聊的司机 开着美元这辆打巴 四平八稳 不急转弯 也不急刹车 要遇到拐弯的情况 恨不得好家伙提前一公里 去把这转向灯打上 让市场做好心理准备 说我要转弯了 你们要服好 有这么个无聊的老司机开车 市场也会更稳定 不容易抽风 这才是它期望的一个状态 其实你能明显的看到 欧元区最近也开始 学美联储这招了 它央行的主席拉加德 现在一天到晚 把看数据当成自己的口头颤 好 那接下来咱来看看 美元降息之后 市场通常会有什么反应 我跟你说 我真的是手动统计了历史上 美联储降息之后 市场上的反应 一会儿会一一展示给大家 不过首先呢 咱先来说说理论上 市场它应该怎么反应 大家也可以跟我来一起 锻炼一下你的这个金融思维 我们开始 如果美元开始降息 那么理论上 你要是想思考一下 也可以先暂停 先看看题 美国的股票会 上涨 美国的债券会 上涨 其他国家的股票会 上涨 美元会 典值 其他国家的货币会 升值 黄金价格会 上涨 油价会 上涨 美国的房价会 上涨 人民币会 升值 小灵的粉丝数会 上升 怎么样 感觉如何 你答对了几个 注意啊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都是假设世界 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其他变量全都不变 市场上理论会发生的情况 我们来简单说出原因 对美股来讲 如果美元降息 上市公司 它融资的成本就会降低 同时更低的折现率 也会提升 未来现金流的估值 刺激经济 也会正常情况下 让营收更好等等 总之很多方面 都会让美股 受到正常的激励 对美债的影响 那基本就是折现公式了 降息会导致 更低的收益率 盖情价格上升 对海外的股市呢 其实没有那么绝对了 大概就是 降息相当于大放水嘛 同时 美国国内资产收益率下降 那也会让海外资产 相对来讲更有吸引力 那就会推高海外股市 对美元来说呢 低利率会让美元的收益率下降 那就倾向于贬值 相对的 外币就会升值 美元贬值 金价就会倾向于上涨 而且美元资产收益率下降 那大家也更倾向于去买黄金 对原油 包括其他大宗商品来说呢 一个是 他们都是以美元计价的 那美元贬值 他们的价格就会上涨 同时呢 美元大放水 对全球的需求 其实有刺激作用 那也会正向的影响 大宗商品的需求和价格 房子呢 降息 美国人贷款更便宜了 房价上升 人民币和刚才外币类似 升值 小林的粉丝数 那不管是美联储 加息还是降息 都会上升 嘿嘿 怎么样 是不是除了最后一道题 有点难啊 其他大家都是应该知道的 不过刚才全都是 纯理论情况下 实际上在历史 发生降息的过程中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给大家来汇报一下 我的工作 在过去的100年中 美联储总共降息了22次 但是呢 我们不会都去研究 我们只会看80年之后的 几次降息 为什么呢 因为我懒 我开玩笑的 一个是80年之前 其实全球的金融市场 和现在的格局 差太远 而且很长时间 都还是金本未知的时代 美联储它调节的利率 也都还不是联邦基金利率 总之就是借鉴意义不大 80年之后呢 我们再排除掉 像95年98年 这种比较小规模的降息 总共就剩下了 6次大规模的降息 咱来看看 这6次的市场表现 首先咱先看美元 本来降息 美元应该下降 对吧 在这6次降息周期里边 有3次跟理论相符 下降了 而有另外3次 来了个预期违背 反倒上升了 为什么呢 违背的这三次 其实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81年是拉美债务危机 0708年是全球的次贷危机 20年是疫情的爆发 这几次危机 其实都导致了全球 进入到一个避险的模式 就推高了美元 注意啊 我说的这些回报数字 其实是整个降息周期的 就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推算 你这个降息周期 具体算哪天开始 哪天具体结束 你稍微微调一下 结果可能都有差别 我这不是个严谨的学术研究 就给大家看看大概 OK 好 我们继续 咱再来看看降息 对各国股票的影响 理论上都应该涨吧 这分别是美股 A股 欧股 发展中国家股票 和日股的表现 是不是感觉离了个大铺 就81年跟84年 这两次比较古早的降息 尤其是84年 全球股市都在飙涨 其实也是受到了 当时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影响 而90年那次日股大跌 就是它泡沫破裂 2000年和2008年 一次互联网泡沫 一次是次贷危机 20年又是疫情 又引发了股灾 所以虽然在降息 但基本全球股市都下跌 其实你发现没有 不管是美元 还是刚刚全球的股市 都没按照我们理论分析的发展 它每次总得有点特殊情况 好像每次都得有点危机 你看这几次危机 除了85年那次以外 基本上都是美联储 为了应对危机才开始降息 美元的反常大涨 美股的反常暴跌 其实并不是因为降息 而是因为危机 因为衰退 整得好像美联储降息 会导致美国衰退一样 其实不是因为降息导致衰退 是因为可能降得太晚 或者降得太慢 才导致的衰退 或者它压根可能就没法避免导致衰退 好 刚才咱没看完 那接着看黄金 正常降息 金价应该上涨 实际上呢 这回终于对上了 只有一次下跌 剩下全都上涨 降息它确实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很主要推高金价的因素 还是因为危机嘛 大家避险就去买黄金 我们再看原油 正常降息 原油价应该上涨 实际上呢 得 又对不上了 老原因 还是因为危机 经济危机期间 油价是倾向于会下跌的 所以啊 不是说咱理论不对 是每次它都会有特殊情况 有特殊情况的情况 才是正常情况 我当时太有哲理了 所以你要是问我降息 对市场的影响 这我知道 但你要是问我降息之后 市场实际上会如何变动 这我是真不知道 咱还得判断一下 到底会有什么特殊情况 会不会有危机发生 美国会不会陷入衰退 你看现在分析师 整天在那分析 说美国会不会实现软着陆啊 就是soft landing啊 能不能在避免危机 避免衰退的情况下 顺滑地过渡到一个 正常的利益水平 正常的通胀水平 这个从之前的经验来看 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似乎 似乎啊 大家觉得这回不太一样 就是好像有戏 如果这回真的能实现 软着陆的话 那对股市 对债市 确实是利好 确实有可能出现 咱们刚刚说的那些 理论上的结果 不过 又是一个不过 现实情况顺息万别 美国大选 是吧 中美贸易战 俄乌战争 通胀会不会抬头 这里边哪一个 都是不小的风险 那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虽说啊 这六次降息 从短期来看 市场的反应非常不一样 但其实从长期讲的话 它其实都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流动性过剩 什么意思呢 美元降息 一般情况下 其他央行也都会跟着一起降 这就相当于 在全球范围内 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 大量的便宜的美元 就可能会流到 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去寻找更高回报率的投资 这就导致了 几乎每次降息 都可能会孕育着 一个潜在的大牛市 潜在的泡沫 80年降息 资本跑到了拉美 孕育了拉美债务危机 85年的降息 资本流到了日本 孕育了日本的经济泡沫 90年降息 资本跑向了亚洲 孕育了亚洲经济危机 2000年降息 资本流到了美国的房地产 孕育了之后的次贷危机 08年和20年的降息 资本流向了美股 迎来了一个史诗级的大牛市 是吧 有点规律是不是 当然大家注意 这些也只是相关性 你并不能说刚才那些危机 就是因为美联储降息导致的 你更不能说 美联储就是因为 想导致这些危机 才去降息的 那美元降息之后 其他国家央行 会如何反应呢 大多数情况下 简单来说就一个字 跟 你看啊 毕竟美元还是全球的主导货币 所以它在考虑利率政策的时候 其实它是可以把大部分的精力 就放在自己国家的数据 自己的通货膨胀 自己的经济情况 简单来说就考虑 主要考虑自己就行 但其他国家就不一样了 它就不得不在考虑自己国家 这些经济数据政策的同时 去考虑美元的政策 金融越开放的国家和地区 就得越更考虑美联储的动向 美联储要是加息 资本就会倾向于 从其他国家的货币流向美元 作为其他国家的央行 你就算考虑自己本国经济情况 本来不想加 你有的时候也不得不加点 总之就是全球大部分的经济体 尤其是越开放 越依赖美元的经济体 它就会更倾向于 和美元保持利率政策的步调一致 这就是为什么说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 那就不光是美元的 而是大半个地球的降息周期 所以也像欧元区 英国 加拿大 都会非常舒服地顺带去降降息 只不过这回有一点不一样的 是以往都是美联储带头 然后大家跟 这回是很多国家地区 它先于美联储就开始降息了 它强跑 你就看主要经济体里头 应该是瑞士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率先降息 接着加拿大 欧元区 英国都劈里啪啦开始降息 那大家为什么这次着急忙慌 先于美联储开始降息呢 因为简单来说 这些地区 它经济的温度比美国要低 一方面呢 它通胀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 另一方面 它的经济数据 就业数据 其实没有美国那么稳 再加上 大家已经基本上预期 美联储马上就要开始降息了 那我就不如 先降为敬了 长得这回美联储 反倒成了最后降息的 几个之一了 这些国家里头 其实有那么几个特例 就大家都在降息的时候 它偏偏要加息 首先最主要的一个国家 大家应该都熟 我们之前也聊过 你还记得是谁吗 没错 就是日本 它的经济周期 跟欧美其实都不太一样 这么多年 央行各种玩命的刺激 好不容易看到了通货膨胀 所以它现在处在 加息降温的周期 但你跟大家都逆着来 其实就得承受 逆着来的代价 日元它现在面临着 巨大的升值压力 我们之前提到过 无数次的利差交易 Carry trade 你看之前美国加息的时候 日元萌萌点值 对美元跌到160 这下美元进入降息周期 日元加息 形势就会立刻反转 日元直接就弹到了140 日元它升值过快 其实也是日本央行 不敢加息加太猛的 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市场上预测 如果说日元对美元 升到120的话 那可能日本央行 就不得不被迫 要停止加息了 或者怎么去干预一下 外汇市场 不然的话 对它的出口影响太大 除了日本 也是特殊一点 在加息周期当中的 还有俄罗斯 我跟你说 长期的战争 是非常容易引发 通货膨胀 你看 资本管制 军事开支 政府借债 甚至就是央行印钱 这里边哪个 都可能触发 更高的通货膨胀 俄罗斯就在今年 通胀明显反弹 所以它的央行 不得不把利率 从16% 进一步提高到了19% 而且之后 还可能会持续加息 你看啊 咱们今天可是聊了一些大事 美联储降息 市场会怎么反应 包括可能全球各国的央行 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觉得吧 这个可能对我们实际生活 还真不一定有什么大影响 但是下次 你可能再听到什么 加息 降息 资本流动 什么洪流 这种大词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会心一笑 看清局势 还挺顺的啊今天